所以你看現在川普當選了嘛 那看起來對於中國的政策 是棒子跟胡蘿蔔的策略 一邊會說很愛中國 那一邊也會跟他們收很高的關稅 那對台灣呢 是不是對台灣的這個軍購給的武器 就比較大方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晚你好 歡迎收看一五零零整點新聞 我是蔡家珍 新聞一開始 馬上帶你來關心 美國總統大選五號投票的最新狀況 各州目前都已經陸續開票當中 而七個搖擺州之一的賓州 是由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拿下來 取得了19張的選舉人票 目前川普是以277張選舉人票 領先賀錦麗 而川普稍早拿下來的州 包括了賓州19張選舉人票 還有喬治亞州有16張的選舉人票